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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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他回来当教员 这是对立给他的信 好 让我准备一下 好的 地址报告 我们工人同志们讨论过了 改得很好 打破了资产阶级洋专家说这个地区平况的谎言 咱们呢 就是要针锋相对地和他们斗争 在三千和考察中 我受到工人师傅很多教育 回上海后还会有曲折和斗争的 不管怎么样 你可要为我们工人阶级争气 我知道 约生回上海半年多了吧 有了 你要多关心关心他 我们地址队员不但要善意发现地下的矿苗 而且要注意思想上的苗子 对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 他们无 Lobo 畘民心 林伯伯 小鸡 从青海来吧 您从哪儿回来 我刚从外地参观学习回来 怎么样 咱们继续的那种矿有希望吗 很有希望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 好啊 小伙子 你们干的不错 我们正等着这种矿用 玉生的腿好点了吗 这不 我也出去了半点多才回来 老雷 快走吧 好 我马上就来 咱们回头谈吧 好 先上地质学院去 好好好 夏千如 千如 林医生 她一会儿就来 严教授 已经同意我在勘探系当助教了 他是全国有名的地质专家 院党委整会听他的 那青海组织上会同意吗 这说定了 再给队里去信吗 只要我在上海有了工作 我领导上总该把你也分配在上海了吧 将来我们白天一块去上班 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 看看电影 把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 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 嗯 业会上要多向严教授请教请教 努力做出些成绩来 好 喜欢吗 我还向小吴接了几张唱片呢 你以后少跟无心来往 怎么了 这个人哪 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 讨厌 这都是成见 其实小吴待人挺热情的 他还替我找了一些外文地址资料呢 哟 我得开会去了 李医生 想记忆 李医生 我们需要的那种矿找到了 真的 嗯 那你这次回来 送地址报告来审批的 评价怎么样 你看 蕴藏量很多 屏内也很高 你们还真能搞出点名堂来呢 什么你们我们的 也会很高 只有你的一份劳动啊 我还给你带着点草药来 藏伏老乡说啊 治关节炎挺灵的 你可以试试看 现在队上人手少 想办个地质人员训练班 希望你回去当教员 我 就怕天一冷 关节炎还要复发呀 让你当教员 就不让你出野外了 对了 队长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好吧 这件事啊 你再考虑考虑 今天晚上到我家 咱们再好好谈谈吧 好吧 这么怪的花样 这还是托人才给倩如买来的呢 你怎么喜欢这些东西 哎呀 车有什么 这是上海 又不是青海的山沟里 小奶奶 孩子的事让你操心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小奶奶 小王 你就放心的到新疆去吧 哎 你外婆那里 小奶奶去一说呀 准保没问题 小奶奶 再见了 再见 奶奶 姐 哎呀 哎 你怎么回来了 出差来了 那咱们回家去 哎 又来 有没有 是的 三 哈 呢 道 2002 二 船 凸 水 кстати 你可以 待会儿收拾吧 先把这碗绿豆汤喝了 大老远的 背这么多石头 多重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找到它 我们乐得几天睡不着觉 我知道 我都不知道 X光片 怎么了 腿上碰了一下 一点小毛病 那可得抓紧致 干你们这样工作腿可重要了 奶奶您放心 不要紧的 你总是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 这回我一定抓紧致 好 奶奶 你弄工作忙吗 最近又有一批青年要支援边疆建设 看到他们一心响应党的号召 那股热情劲啊 再忙我都不觉得累了 玉生见到了吗 见到了 对了让他回去当教员 可他说他的腿还没好 有这么严重 那他还骑着车子到处跑 哪像个养病的样子 特别他是跟一个叫无形的来来往往的 这孩子 无形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不服从分配的 有手好闲的资产阶级子弟 我跟玉生谈过好几次 他也听不进去 你听 准是他回来了 好 妈 下班了 玉生 你这腿还没有好 一出去就是半天 妈 哥哥 妈 哥哥净看这种书 又是无形界的 你懂这什么书 还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他叫人还有什么好书 你就是爱和他交朋友 兰兰 玉生 交朋友是得小心 就是吗 成天跟这种人泡在一起 精神空虚 你行了 你懂什么叫精神空虚 我怎么不懂 你俩意见他总是不听 难道是不对吗 兰兰就是空虚吗 你好 兰兰对哥怎么这样 真热闹 爸爸 爸爸回来了 你呀 又是不声不响的回来了 怎么样 半年没见你们都好吗 好 我们好 爸爸你呢 我 撞得像条牛 怎么 闹矛盾了 爸爸 哥哥他 行了 行了 你爸爸出远门 刚回家 让你爸爸休息休息 来 来 给你爸爸做点吃的 年轻人有可活人心 革命时代当煎饼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我们 是咱众心为人民 旅生啊 爸爸 腿好些吗 现在还好 一变天就不舒服了 还要注意一点 怎么 这半年多竟干些什么了 看看书 研究研究业务上的问题 有时会跑跑医院 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上头 要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 你见到小姐业了吗 见到了 他们干的不错 那种矿找到了 我听他说了 你离队有半年多了吧 是啊 在我们国家里 半年变化有多大呀 你这样长期的脱离组织 也不是个办法 爸爸我也发愁呢 可是这腿老不好 是啊 他的腿是不好 真叫人操心 腿不好就调养嘛 好了以后 还是要回青海去 过去 过去咱们打仗 叫青商不下火线 当前 为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 给我们制造的困难 全国上下 都憋着一口气在战斗 你应该赶紧把腿养好 争取早日归队参加这场战斗 可不能把自己关在个小天地里 最新于那种无聊的生活 那有什么意思啊 老林 好吧 以后谈吧 我看这孩子的精神状态不对头啊 小姐 小姐 你好 来来来来 快到里边坐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今天上午 你们先喝点水吧 我们自己来 小姐带来什么好消息 对 你快给我们讲讲吧 讲讲吧 好 告诉你们 你们在508实习的时候 提的合理化建议 已经被采用了 太好了 采用了 太好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那变化可大了 只要地址报告一批准 一座新矿又要出现了 我们的口号是奋战1962年 狠狠打击地修反 要能亲眼去看一看 那该有多好啊 干嘛去看呢 去干 去战斗 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学院要留我 我不干 我们这一带应该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是啊 我们这代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气概 昆仑山上的风雪 知道我们是懦夫还是好汉 隔壁坛上的烈日了解我们是泥土还是黄金 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我们到508去吧 我们到哪里去做 芊荣 来 小吉你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了 怎么回事 第一线干的这样带劲 我也想去 可是 余生的腿还没好 他要是留在上海工作 我分配出去 那余生是回来治病的 他的岗位在青海 严教授答应他在勘探戏当助教了 我知道了 党委也在考虑余生的要求 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把队里要余生回青海的意见反应过了 倩如 你不是毕业以后要争取到我们这来吗 来吗 我们那儿真搞得热火朝天 同志们都别足了一口气 要早日拿下蒸汽矿 去跟修正主义斗 去参加这场斗争 该多有意思 小姬快来啊 把我们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这是我们的决心书 你们也到508去 怎么样 欢迎我们去吗 当然欢迎 非常欢迎 让我们马上战斗吧 邀向明 季夜哥哥 哎 蓝蓝 还在跟你一把打交道 要打一辈子交道了 到农村去 想报名到新疆去 你看怎么样 好啊 到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的对啊 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这下我的决心就更大了 蓝蓝 向你学习 以后我们在大山大陵找矿 吃饭就靠你们喽 好啊 准让你们吃的 宝宝的 两年不见都变成个大姑娘了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将来啊 还要变个老太佛呢 哈哈哈 哈哈哈 余生 导学院听回音去了 怎么样 吹了 哦 地制队领导认为我应该回青海去 季夜一回来就找了院党委 事情就这么吹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严教授要我赶快把论文写出来 他就好替我说话 不 余生 我们一起到青海去吧 你也去青海 刚才听萧姬也说 我们在508实习的时候提的那个合理化建议 你们领导上已经决定采用了 我想我应该争取去 原来是这样 余生 我应该去 你想 同学们都在打报告写决新书 我也是个共青团员 可我 余生 大家都等着你们呢 林医生 快点来啊 走吧 等余生来了 小奶奶 坐吧 林医生 坐吧 好好 你上哪去了 有事出去了 快来吧余生 好 Talk 鸟 呢 让咱们以508矿区主人的身份 热烈欢迎他们 干 干 叶生 你怎么了 我请求你 在我的工作问题上 倩儒的分配问题上 都能实事求是一些 不要在背后拆台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明白 倩儒要到边疆去 我们应该支持 向组织反映实际情况 是我应该做的 这怎么能试拆台呢 我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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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醫生 出來談得好嗎 記得嗎 大躍進那年 我們聽毛主席的話 衝出了學院大門 到工農當中去 在帝職隊這幾年 懂得了許多學院裡根本學不到的東西 可如今 嚴教授卻又想把你拉回來 我看不能這麼說 嚴教授對我很關心 他關心你什麼 跟著他走 只會離工農越來越遠了 這扯得上了 真是 小李子 你有條皮呢 中國青年看完了嗎 還沒有呢 這麼多棉桃啊 別動 蘭蘭 你爸爸在家嗎 到場裡去了 聽說你爸爸從前在部隊裡打起仗來很勇敢 真想看看他是什麼樣子的 有胡子吧 幹嘛要有胡子 反正他在家的時候你來叫我一聲 好 小李子 你高中考得怎麼樣了 沒希望了 新村裡正在東元島新疆去 你幹嘛不去報名啊 我不去 我在家自修兩年 考電影學院 當演員去 你想當演員 你說我能幹什麼 一見樹里話 腦袋就爆炸 當演員不學樹里話 既輕鬆又好玩是吧 至少沒那麼多麻煩事 小李子 把那幾塊磚搬過去 幹什麼 你不是要當演員嗎 先給你來點形體訓練 對了 你是青年功化學隊隊員 你教教我 搁這兒 把腿搁了 這就教訓了 當演員要學的還多著呢 不行了 你笑什麼 季葉哥哥 你就是肖季葉 我知道你 他是小李子 是去年搬到我們新村來的 調皮鬼 蘭蘭 常跟我說起你 說你小時候當童工 在上海快捷放的時候 你還給蕭奶奶常理的護場隊 傳送消息 還把傳單 踢到國民黨警察的港樓上 對吧 你可真會宣傳 季葉哥哥 再給我講講你們弟弟隊的事吧 你們的工作一定挺有意思的 那當然 我到你們那去好嗎 剛剛想當演員 怎麼又想當地質隊員了 你呀 幹什麼工作都要付出艱巨的勞動 對呀 驚天動地的事業是由無數平凡的勞動匯集起來的 來了 你哥哥呢 喂 小巫 恐怕要吹了 論文你放心 我正在抓緊寫呢 可不是 只要論文一發表那 雙管齐下 不行不行 叫爸爸去學院找黨委書記 他准得批評我一頓 讓媽媽去 好 試試吧 調動工作的事 那要得到青海組讓同意才行啊 只要學院同意 青海那邊我看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我看不好 倩如 你說呢 姑媽說得對 這不大好 你看是吧 媽 怎麼了 看著吧 我要是在上海沒工作 將來還不是回青海去 生活艱苦點 不在乎 關節一幅發 這腿完了 你這腿這幾天究竟怎麼樣啊 還是疼啊 扭不好好休息 還休息啊 人家急都急死了 媽 其實我又不是要你去拖人情 就是去反映一下情況嘛 要是青海組織上不同意 我再回去也不晚嘛 好好好 讓我考慮考慮 你這個人呢 就是前爬狼後爬虎的 我的腿有病 這是事實吧 媽媽以家長的身份去反映一下情況 讓趙叔叔全面考慮這有什麼不對呢 又不是要他與老戰友的關係去拖人情 哥哥 你讓媽媽到學院去要求工作 怎麼 這又愛你什麼事了 你這兒走後門 你管的太寬了 表姐 你同意嗎 你哥哥的腿有病 你是知道的 他的意思是讓姑媽去反映一下情況 你們呢 你幹什麼 不要好好想一想 看我這輩子還找不找愛人 怎麼了 怕有了愛人忘了革命啊 小鬼 你醉越來越厲害了 表姐 我真替你難過 從前你不是這樣 你有理想 肯鑽研 一心要到邊疆去 想在地質方面為國家做出一些貢獻 可是現在我想想就替你著急 你讓哥哥拉著走下坡路 他讓你怎麼樣 你就怎麼樣 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如果愛情就是這樣的 那我一輩子都不要愛人 真的 不要 實際困難總會有的 要是每個人都強調個人困難 那還有誰來服從革命的需要呢 再說玉生的工作安排 領導上也做了照顧 我們就怕他回青海腿兵會復發 所以就 腿兵要關心 可是思想問題更應該關心 必要的時候還要鬥爭 不能無原則的遷就啊 我也勸過他 也鬥爭過 可是 可是最後總是以你的妥協做結束 淺如 也許我的話使你不愉快 可我還是要說 犧牲原則換來的愛情是不會幸福的 對資產階級思想不能和平共處 找個你 不愉快 麻煩你了 你不是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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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你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变卦了 小姐说的对 我们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 我都跟妈妈说好了 你现在又 那我自己跟姑妈说去 倩如 怎么你还想让伯母到学院给你找工作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你觉得这样做好吗 这家长向学院反映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好的呢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背着组织自己找工作 这是不太原则的 好大的帽子 那好 请你替我向组织反映一下 我的关节也很严重 希望组织上考虑我的实际情况 让我在上海工作 我一定好好做出些贡献 你不去参加革命的实践 能做出什么贡献呢 我现在就在写论文 论文是要写的 但那应该是实践的总结 你是在地质内战斗过的 怎么又回过头写这种脱离实际的题目呢 这种题目啊 倒像是颜教授那种人写的 就算是颜教授的题目 又怎么样呢 颜教授那种人脱离实际 想坐在沙发上写论文 既想舒舒服服 又想有名有力 结果只好照朝外国的文献资料 或者出冷门搞偏题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你说走不通 可人家颜教授是有名的专家 对专家要做具体分析 不少专家听毛主席的话 自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 和工农相结合 这才值得我们学习的 可颜教授走的是白砖道路 他教的那一套 我们在实际中不是解研过了吗 都是资产经济的观点吗 草药吃了有效吗 还看不出来 这种人 济生虫 你还是抓紧时间把腿治好 我们一起回青海去吧 像你这儿长期脱离组织 又被无形杖的人把你拖住 我真替你担心 人家小吴怎么了 他是坏人 起码是不务正业 灵魂腐朽 浑身散发着自沉地臭气的人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种人 你还说他好呢 寄生虫 去去去 没你的事 就算是这样吧 那么思想上落后的人 我们不去帮助他 谁去帮助他呢 还帮助他呢 你懂他 照你这儿跟他泡下去 都快和他一样了 你懂什么 我不懂 思想上落后的人 我们应该帮助他 可是千万要警惕 别让他牵着你的鼻子走啊 你也说的太严重了 资产阶级已经和我们争夺年轻的一代了 还不严重 这子女教育的好不好 是有关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啊 我们可千万麻痹不得 肖基业已经主动的帮助他了 我们应当跟他一起做工作 肖基业是对的 可是 寄生的亲生父母是为革命牺牲的 要是兰兰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我是不会迁就的 可育生是烈士的遗孤 我们多照顾他一点 这也不算过分的 你想想 这孩子要是真的把身体弄坏了 我们怎么对得起智全和育分呢 咱们要真正对他的父母负责 对革命负责 就应该在思想上严格的要求他 可你呢 思想要求不严 生活上又给的太宽 像他现在这样都快变成资产经济思想的俯罗了 那还怎么接班呢 你看这样好不好 找个机会 咱们把他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知道自己是谁 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 嗯 好 是该告诉他了 那么地质学院老赵那儿 怪小屋 妈妈也不肯去了 你说怎么办呢 把那张医院证明寄出去 这不好吧 可是 好 那就记吧 蓝蓝蓝蓝 哎 修筒子 我家的木筒也坏了 待会儿你上我家去修一修啊 好啊 你是哪一家的 十二号 待会儿我领你去啊 好啊 蓝蓝蓝蓝 他出去了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去年高中没考上 在家里闲着 干嘛不找他事做做 有什么事好做啊 去年李委会的肖奶奶介绍我去当营业员 我不干 现在又让我到新疆去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我还想去呢 你你本来就是个体力劳动者嘛 可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好大的一个知识分子 本来嘛 我多了九年输了 可还让我去种地 还说这是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 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那还不幸福 这算什么幸福啊 成天跟泥巴打交道 还幸福 嗯 那照你说干哪行才算幸福呢 多着呢 譬如蓝蓝的爸爸当厂长 不 当厂长也不轻松啊 得了吧 当厂长有什么不轻松的呀 当厂长 要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 要执行党的政策方针 要全面的完成国家计划 操心的事多着呢 哎 有空还得干点别的 比如修修筒啊 哈哈哈哈 去你的吧 当厂长还修筒 为什么不 厂长也是普通劳动者嘛 对不对啊 嘿真看不出啊 你还真有点水平呢 哈哈哈哈 爸爸 啊 爸爸 他就是你那个当厂长的爸爸 我只有一个爸爸呀 爸爸 蓝蓝太不像话了 我在电影学院给他报了名 他不去考 蓝蓝 你怎么不去考啊 爸爸 考第二学院当然好 可是现在全国都在大办农业 当毛主席号召我们青年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是个共青团员 我应该响应党的号召 我决定报名到新疆农场去 爸爸 电影学院杨老师说了 蓝蓝很有表演才能 学表演将来准可以做个好演员呢 这前途多大呀 到农村去前途就不大了 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不要听毛主席的话到边疆去 一辈子红在农村 专在农村 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 喂 杨老师啊 好好的 蓝蓝 杨老师让你约个时间去补考 我不去 别傻了 错过这个机会你哭的来不及 我告诉杨老师 你明天上午去 杨老师 我不去 杨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你一生的关键时刻 要冷静的考虑考虑 总得给自己留条 留条后路是不是 我不要 决定了 就一条路走到底 爸爸 我到新疆去 你同意吗 你决心走毛主席指引的路 我支持 我知道你会同意的 不过 将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了 我想 困难再大 总比不上你们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吧 说的对呀 你在学校是毕业了 但是 只有偷生到实际斗争当中去 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我同意你去 我还没跟妈妈商量过呢 你妈妈会同意的 一定会的 好 兰兰 你真的要到新疆去 当然真的 你功夫那么好 干嘛要到农村去啊 小李子 只有和工农相结合 我们的知识才能有用啊 我们一起去吧 我 到农村去就不幸福喽 是不是啊 哎呀 这年轻人啊 总是喜欢谈论幸福 可是什么叫幸福 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 余生 林伯伯 发言稿看完了吗 还没呢 明天就要开会了 先给我吧 哎 你来的正好 我们现在正在谈论什么叫幸福 你也来参加 好啊 那我也来听听 对这个问题啊 不同的人 不同的阶级 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 犯来张口 一来伸手 自己不劳动 还想过得舒服 才叫幸福 也有的人认为 找个工作 又轻巧又体面 少干活多拿钱 才叫幸福 其实啊 这叫好吃难做 贪图享受 想剥削别人 这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 那无产阶级幸福观呢 关于这个问题 你基业哥哥一定会有很多体会 基业哥哥你就谈谈吧 还是听林伯伯谈吧 你谈谈吧 哎 玉生 你也来听听 我看幸福和斗争是分不开的 为党的事业去斗争 这就是幸福 玉生 还记得吧 我们刚到地质队不久 有一次在大西北做高山普查工作 走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 那儿空气稀薄 每走一步都要画上全身的力气 正当大家筋疲力尽的时候 忽然发现峭壁上有几个斗大的红字 北上抗日誓死不当王国奴 那是当年红军北上抗日经过时写下的 大家激动的不得了 我们也用红漆写下几个塔字 返帝返修 不获胜利 誓不休 这个时候啊 大家斗志昂扬 什么疲劳啊 困苦啊都不觉得了 于是我们也一股作气爬上了顶峰 终于找到了一种稀有矿 这时什么语言也表达不出 我们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啊 大家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为在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做出了自己啊应有的贡献 那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 一个人活着 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为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终身 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说的对啊 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 他们把个人幸福 无条件里服从于无产阶级利益 把绝大多数人们的幸福 放在第一位 为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 他们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 甚至鲜血和生命 那种处处为自己打算 怕吃苦怕劳动的人 那是得不到幸福的 对吗 嗯 余生 你有什么想法呀 我 也没什么固定的想法 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去吧 我去吧 就起来眼睛都熬红了 哎 清海来的信 玉生给队里记了个证明 队上让我去医院了解一下 像他这种情况 看回清海当教员行不行 上午你不是要参加审批讨论吗 嗯 正好我要到医院去 这张证明我带去问问 您上医院 昨天王医生打电话来 说有事要找我 哦 你把这单子送到里面 小奶奶 您怎么来了 王医生找我有事 待会我跟您一块回去啊 好好 林雨生这张证明 我了解一下再答复你们 现在我想跟你谈谈你孙子的腿 检查结果怎么样 他腿上长了个肿瘤 可能是恶性的 如果是恶性的 那 那怎么样 医院领导很重视他的病 准备请几位专家会诊一次 如果手术化验证明是恶性的 那你孙子的腿 那你孙子的腿就很少有保留的可能 小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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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奶, 你别难过 我倒不是难过 我是在想, 党培养这孩子不容易啊 这些年来,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他有一点进步 我就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可是现在 小奶奶 小奶奶, 季爷哥哥回来了 奶奶, 来了 我们的地址报告有希望通过了 上午审批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大多数人同意我们的意见 认为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只有严教授还在坚持他的观点 看来斗争更激烈了 不过我相信啊, 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你先歇会儿吧 我不累 兰兰, 你不为我们高兴吗 高兴 干我们这行真有意思 每天早晨 当我们背起背包 迎着太阳走去的时候 大家都在这儿想 今天要有新的发现 一定能有新的发现 带着这个希望 我们翻山越岭 渴了, 喝泉水, 饿了, 吃干粮 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 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 生活是艰苦的 可又是那样的有趣 那样的吸引人 因为有一个愿望在鼓舞着我们 一定按着毛主席开发矿业的教导 把地下的矿都找出来 现在眼看一座新矿区又要出现了 奶奶 奶奶 明天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审批会 只要我们的报告一批准 我马上回地质店去 姬爷 你先别 奶奶 奶奶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今天奶奶到医院找过王医生 是不是我的腿 到底是不是 姬爷 你过来 你腿上长了一个肿瘤 王医生让你明天去住院检查 如果是 恶行的话 要开刀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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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知 你会 你做了 something 你快吃了 你败 远 你 你 你好 你 你 我是个地质队员 我不能没有腿 姬野哥哥 姬野哥哥 你别难过 这还没一定呢 再跟医生谈谈 说不定还会有希望的 就是真的没希望了 那也不要紧的 我爸爸有一个老战友在抗母援朝中受了伤 拒掉一条腿 可是他招牙对国家做出很多很多的贡献 你也会像他那样的 你别难过 真的 别难过 孩子 你的心情 奶奶全懂 事情 已经摆在面前 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呢 奶奶 我是工人的儿子 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 把我这个当同工的孩子 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 可是现在正是国家碰到展示困难 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 翩翩我的腿 我怎么能离开斗争的第一线呢 孩子 你上哪儿去 我找医生去 杰哥哥 你慢点走 你慢点走啊 小奶奶 您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让他知道真情 比蒙在鼓里好 这孩子 从小跟我受过不少磨练 我相信 他会经得起考验的 来了 姬叶哥哥是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 积极分子 他的腿是为了找真气矿抢救严心才受伤的 地下情况的侦察兵 肖姬叶同志的先进世纪 先进的地质队员肖姬叶同志 长期的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他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为地质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初夏 下了一场暴雨 特大的洪水席卷着508矿区的勘探驻地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工人师父的带动下 他抢救了同志的生命 并保存了重要的地址资料 小奶奶 孩子 做一个革命战士 就应该经得起考验 百炼成钢 百炼才能成钢 百炼成钢 只要能回第一线 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我们一定尽一切办法给你治疗 不过 你还是要早点住院检查 好 我尽快来 林雨生的这张证明 我们已经查过了 伪造的 雨生 为你留在山上的身上 上海的事 我已找到门路 请速来念他 无形 姬爷 王医生通知你明天就去住院 孩子 快准备一下吧 奶奶 我明天不能去了 啊 怎么了 假的 女生这孩子 怎么能做出这一种事啊 准是无形处的坏主意 看来这种事我们离委会一定要抓紧管 这样吧 孩子 你找余生彻底谈谈 对 你想的对 那你找余生谈谈 无形的事 我们来管 奶奶 爸爸 季爷哥哥还没睡呢 我们去看看他好吧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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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 谁胜谁负的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 在这一方面 你还要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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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为难 一再打了我的计划 破坏我的幸福 你那套为个人打算的计划是得破坏 不然就是害了你吗 谢谢你的好意 我问你 大家辛辛苦苦工作是为什么 不就是要使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 是仅仅使你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 还是因为你和大家的劳动 而使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 党培养我们 劳动人民用血汗养活了我们 我们不能走精神贵族的道路 一味的去追求个人幸福 所以你怎么说吧 反正我和别人一样工作 我既没去偷去抢 也没去剥削去妨碍任何人 有什么不合法的 有什么可指责的 你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 国家计划之外 这怎么能不妨碍别人 你自己不安心工作岗位 还要拖夏倩如的后腿 发展到私自在上海找工作 甚至 这难道是合法的吗 为什么不该指责呢 要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只有到边疆去 才算符合国家利益 你不能让大家都去过山沟里的生活 山沟 山沟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们的革命前辈就在山沟里 进行过长期的流血斗争 我讲的是现在 现在难道就可以不要继承革命传统 就可以不服从国家需要 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都像你这样 那山区和农村谁去建设呢 你看看你妹妹 主动争取上山下乡 这才值得我们学习的 何况我们地质工作者呢 好好好 余生 你这样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个人主义已经腐蚀了你的灵魂 毁灭了你的理想 使你越来越深的陷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了 请你别忘了 我可是出生在无产阶级家庭里 没有红色的保险箱 没有红色的保险箱 如果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就会走向反面 你别忘了 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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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的过分 你再这样下去 就要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了 你别吓唬人了 我不吓唬人 你该悬崖勒马了 什么意思 进去谈吧 你自己看吧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欺骗组织 欺骗党 那是什么 出了什么事了 你们说话呀 倩如 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查本院未开过此证明 此证明是伪造的 你 真没想到 你 你会做出这种事情 可耻 这 这都是 吴行出的主意 小奶奶说 吴行自己也是造假证明 才赖在上海的 他一贯腐蚀别人 破坏上山下乡 现在李弄正对他进行批判 哥哥 你该清醒清醒了 反正事情已经做了 下面该怎么办吧 回地质队去 在什么地方跌倒 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吗 不行 尽管我把病气夸大了 可是我的腿有病是真的吗 不 你的病不是在腿上 是在脑子里 对 你主要是不想革命了 大道理谁都会讲 要是你的腿像我一样 哥哥 吉野哥哥的腿 都快要剂掉 什么 是真的 这还没一定呢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个地质队员 没有腿 没什么 即便是真的 我也可以拄着拐棍回地质地去 高山不能跑 我就在平地 野外不能去 我就在帐篷里 不管怎么样 我也要在地质队干一辈子 余生 我们现在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毛主席说过 全靠青年 和全体人民 在几十年时间内 团结奋斗 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教导 多少人都在日夜不停地战斗啊 你父亲 三十多年来 一直为革命出生入死 可今天 他还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我奶奶快七十的人了 说是退休 可你看他哪一天停止过为革命工作 老一辈人 还在第一线艰苦奋斗 我们青年人 有什么理由 贪图安逸 追求个人享受呢 我对不起你们 你是对不起党的培养 对不起毛主席的教导 也对不起无产阶级的期望 更对不起你那牺牲了的亲生父母啊 妈 孩子 你的亲生父母就是我们常给你们讲起的至全叔叔和玉芬慎慎 以前我们在一个场里做工 又一起参加革命 在一起战斗过 在你生下的那一年 他们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牺牲了 真的 真的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 你拿去看吧 我亲爱的孩子 柜子手已经举起杀人了 这些人的刀枪 同志们都在慷慨高歌 马上就要走上刑场 从此 你再也见不到 你的亲生父母了 孩子 我给你写下这封信 是为了让你记住 你的父母都是工人 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你可以忘记 你的父亲 和你的母亲 可是你 永远不能忘记 世界上所有的阶级敌人 不能忘记 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 你要为伟大无产阶级的解放 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到底 现在我们就要去了 将来你长大了 可要把红旗高高举起 永远要革命 永远要斗争 永远跟着党 永远为人民 永远了孩子 你可不要忘本 不要忘本了 妈妈 好 好 好 孩子 不要哭 你父母希望的不是眼泪 而是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阶级敌人 要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 而奋斗到底 林伯伯 这份遗书 不仅是玉生母亲 写给她个人的 也是革命先辈 写给我们整个年轻一代 玉生 我们可不能辜负 革命先辈 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了 对啊 对啊 特别是今天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 正梦想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希望 玉生 你们可要警惕 你可要警惕啊 你可要警惕啊 爸爸 别说了 也别说了 女兽 哥哥 不要紧 让他到风雨中去跑跑吧 我的老战友啊 你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我对不住你们 我没有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党所期望的那种人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 哎 这主要是我的责任 这些年来 听不见枪炮声了 阶级斗争观念得淡薄了 我总以为 在我们社会里青年人还能坏到哪去 不 阶级斗争尖锐得很呢 眼前的事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们党 领导着全国人民 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夺取了政权 我们的下一代 将会怎么样啊 有人想让他们退华演变 我们绝不允许 爸爸 我们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走到底的 预生 千万不要辜负革命先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啊 对啊 特别是今天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 正梦想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啊 预生 你们可要警惕啊 预生 预生 吉野 我忘本了 我是忘本了 震躲起来 继续前进嘛 看我的行动吧 预生 预生 医生 怎么样了 肿瘤是良性的 腿保住了 保住了 小奶奶 我 他 他 他 我 k 他 他 это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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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曲 李宗盛 歌詞曲 李宗盛 歌詞曲 李宗盛 怎么 刚出院你就跟他们一起走啊 能行吗 没问题 您知道吗 我们的地址报告已经被批准了 我知道了 我们准备要大量透露生产呢 林某某 打知识分子 决定去新疆了啊 好啊 小奶奶为你们操了不少的心呢 怎么能不为他们操心啊老林 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 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林伯伯 再见了 再见 姬爷啊 嗯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都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到底呀 记住了 是啊 只要这样就能一代胜死一代呀 爸爸妈妈再见了 小奶奶再见了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再见了 我们离开你们就要到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去 像种子撒在大地上一样 我们要在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们一定带着你们的期望去创造共产主义美好的未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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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跳 来吧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